嘿咯 聊四季 天眼獨不心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要來看條盾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套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的條盾人 那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農田很便宜 而且他的步兵跟這個騎士 城堡時代開始都會增加一點的近戰防禦力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 條盾的騎士跟步兵都會非常的坦 那條盾人後期主要是打火槍火炮 還有遊俠跟自己的條盾騎士 還有步兵單位都是很適合他的 那條盾人比較特殊的東西是他的金罐 可以讓他的城堡射程高達16吧 總而言之好這個射程非常的遠 那這個射程能力呢 讓他在一些團戰還有一些單跳的時候 可以用到很好的一個控圖的效果 甚至可以反擊對手火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那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騎兵單位呢 有這個銀貫科技 馬凳技術 所以讓他的騎兵呢 成為遊戲一面 攻擊速度最快的一個騎兵國家 那保加利亞人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呢也是非常省的 因為他的民兵可以免費升級之外 還有血液步兵可以使用 近戰防禦力喔 可以高達9 所以兩邊都有這個高近戰防禦力的 步兵 單位可以做使用 那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工兵不太行了 因為工兵不能升級 但是他的馬功喔 卻可以使用的 有這個重裝馬功 算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馬功互射死喔 這一點要特別需要注意一下 那保加利亞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兵工廠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肉量減免 所以他在早期喔 封建時代可以趕快去點一下 一級攻一級防 去做跟對方做交換 逼對手也去點一攻一防 就可以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超級隨機的地圖 那超級隨機喔 顧名思義喔 這個地圖上的東西 都是不太一定的 有時候是會有這個村民喔 一開始就會多幾隻村民 欸這邊是要用刺猴拉豬 結果被對手抓到 哇 靠這邊稍微翻打一下 這邊藍方要把這個豬 卡到讓他黃色失去豬的視野 豬就會往回走 所以藍方剛剛一直在努力想要卡 好那這邊看起來是想要放棄了嗎 唉唷差一點就往回頭囉 好射他 呵呵 收撐 哇這控制還是控得很漂亮 保佳莎莉亞這邊順利的把豬拉了回來 好 那這邊條盾可能就會少了一頭豬喔 這頭豬好像是去拉他家附近的 好 呃 這樣的資源分布喔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是阿拉伯 好這邊村民來拉豬 但一次我過來卡一下村民 現在村民有織布技術喔 看起來是還行 好 越來越近喔 赤猴想要被 換掉 唉唷好極限啊 這一隻村民剩下一滴血 呵呵 OK 這樣子 條盾人 就損失一條豬 那保佳莉亞則是換到了三頭豬了 沒想到這個超級隨機 其實看起來沒有很隨機喔 資源分布蠻像阿拉伯的 但是有兩個果樹蟲 好 那這邊果樹蟲全部堆在一起 這怎麼跟 保佳莉亞這邊不一樣啊 呵 真的是超級隨機欸 你看這個 保佳莉亞的果樹蟲 全部擠在這一坨 哇 這一坨吃完有1300多肉 1400左右吧 好 那來看一下地圖的資源 那看一下上方有石頭 那這裡有黃金 這塊地方有大量的礦產 看起來礦產是比阿拉伯還要豐富許多的 可以盡行的去打這個黃金冰喔 這也是超級隨機一個有趣的地方 好可以打一些更有更昂貴的冰種 來玩 好稍微加速一下 好 一升到保佳莉亞 升到封建3的保佳莉亞人 點下了馬舊 然後按了一隻槍兵 準備要來出肉馬 去騷擾對手 好 好 後方的赤猴想用攻擊 這隻 蓋圍牆的村民 但很有可能會被反殺喔 呃 居然打贏阿 呵呵 沒想到 赤猴最後還是收掉了一隻村民 但自己的赤猴也被送掉了 好 雙方這邊趕快圍 過來的時候來不及鑽進去 好 那這邊看就要不要開始打圍牆 好 那條隊這邊則是補下了一個均勻 那 他為什麼會這麼晚博 最主要是因為他圍太大了 那圍太大的話就會比較慢喔 可以去出自己的兵來防守 那這邊條隊的人 現在出肉馬可能會打輸喔 看要不要轉個槍兵 然後再下個射箭場 好 轉毛兵出來擋一下對方的接續攻 並著騷擾 好 寶貝拉這邊點下了兵工場 可以考慮點下一攻 點下一攻的話 自己的槍兵 還有這個刺猴 都可以吃到這個一攻的加成 所以點個一攻 鍛造技術其實蠻划算的 好 但是槍兵過來 還是戳到刺猴囉 好 那寶貝拉這邊已經為首 看來是沒有想要點一攻了 那這邊應該是會直接升到 城堡時代 兩邊做一個城堡時代的副打 好 槍兵過來再防守一下 哇 這隻殘血的也沒收掉 好 好 條盾人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那這邊是打 要來打這個條盾的騎士 那條盾騎士在城堡時代 就有這個領先 近戰一防的效果 所以兩邊騎士互打 條盾人是有優勢的 但條盾由於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這個騎士 會跑得比一般的文明海 還要再慢一點 所以這部分 如果你玩條盾的話 需要特別去注意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 復兵 這個重裝長生兵給追上 還有這個被對方的 設備給招翔 但還好條盾本來就有這個 團隊加成抗招翔效果 所以這個抗招翔 遇到對方的生旅 可能沒有到這麼嚴重 很容易被招翔掉的這個問題 比較不會有 好 那保加利亞這邊 直接在前線補下一個陰類 那陰類這個建築物呢 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血量跟造架 都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所以也很適合又來控圖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 點下了重裝長槍 並十三級 二級伐木跟輪手也補下了 那目前條盾是按了三隻騎士 準備要來擋 看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時候偷偷補下了一棟城鎮中心 塔盾這邊按的是工程器製造所裡的奴炮 好 先按台奴炮出來防守 好 右邊繼續連插兩根 迎雷塔推 好那這邊開始推進之後 就可以再挖個石頭 那這一招也是我之前的 保加利亞的影片裡面有講到的 就是 保加利亞也很適合打這種銀雷塔推 但被守下來的機率其實蠻高的 所以 對於上高端場 比較沒有什麼效果 因為對手也知道要該怎麼防守 像他這邊直接陷一個箭塔 然後裡面蓋一棟城堡 裡面出來的銀雷的兵 也很難打到裡面的東西 那待會正面 如果有繼續東西 像什麼衝車過來的話 這裡在按一台工程器製造所 就可以了 左邊這邊偷偷滴了木牆 走出來蓋下城鎮中心 好三隻騎士居然衝進來了 但是家裡有重裝長槍兵 在做防守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結果裡面好像有殺到一村喔 剛剛已經進來弄個一波的樣子 好 超重這邊補下了一擊的馬鎧 稍微擋下對方的箭矢 好 那現在騎士像是二防喔 二防再點下之後就變三 二加三 好 這邊直接上來硬殘 但是又被抓掉了一隻騎士 好 那由於銀雷塔推的攻勢被減緩了喔 所以這邊沒有打算繼續生推 但其實他還是可以繼續運打喔 例如在這邊再補一根城堡 直接拆上方的城市中心跟這個箭塔 只要在這個視野外面喔 這個地方就可以再去做反擊喔 好 就要看一下保佳麗亞人有沒有這樣繼續做打算 但他可能也知道 如果再繼續插下去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經濟很慘 那這裡不如就挖個石頭 待會可以把石頭賣掉 然後去點下帝王石袋 再補一棟城堡也可以喔 好 左邊這裡插一棟城堡 順便過來 可能也是要插一棟城堡去做防守 但這邊可能會有點來不及喔 所以我覺得直接放棄會比較好 好這根城堡插起來 條盾的門面就會稍微能擋住了 好這邊槍兵想要控制躲掉 但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走斜的 可以 活下來了 好這時候保佳麗亞人點下了帝王石袋升級 開始慢慢轉出自己的騎士了 結果這時候條盾人轉出了條盾騎士 看到這麼多重裝長槍兵 所以想要轉條盾騎士嗎 這蠻有想法的 那條盾騎士喔 是刺激帝國裡面 移動速度最慢的步兵喔 但是他擁有最高的這個近戰防御力喔 還有這個超高的近戰傷害 所以條盾騎士用起來其實 算是蠻堪用的 因為還是蠻害怕火槍跟 強弩之類的單位喔 還是蠻害怕弓箭手的 所以條盾人這個單位 用起來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自己的火炮啊 或者是搭配一些工程器 火炮喔 投資車之類的 好 在後方遠程喔 去做一個輔助會比較好 蠻殖升旅也可以 好 單純的條盾騎士喔 的缺點其實蠻多的 還是要做一些搭配會比較好 看他這個天生喔 天生防禦就有七防 非常坦 好 那寶甲莉亞這邊轉出了 巨型投資機 準備要來開始拆除 左邊這棟城堡 結果是要先拆正面嗎 看起來是要先拆正面 好 這邊有兩隻騎士 直接被硬招走 寶甲莉亞的騎士 直接損失掉了 後面的僧侶做到了蠻多事情 中章長槍兵過來 想要去阻止蓋城堡 但後方的三隻 條盾騎士過來 來 戳個一刀 哇 重裝騎士完全扛不住 條盾騎士的傷害阿 好 那這邊本來想要進去 但裡面有改一棟城堡 那家裡的部分 這邊大量農田可能會有危險 看要不要趕快補下個大學 去轉出化學來 出個火炮反擊一下 巨型投資機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如果不轉火炮的話 這邊城堡跟城市中心 可能都會被拆掉 還有上方這邊也是 其實會有點傷阿 這邊用巨型投資機去反擊的話 可能第一時間的效果 會沒那麼明顯 當然這也是應急措施喔 當然也有可能會被反殺 這邊是高打低 下方的巨型投資機 有點危險 好 保加利亞這邊點下了品種 跟一級的馬凱 好 這邊條盾騎士 數量越出越多 保加利亞人這邊轉出了保加利亞騎兵 想要用保加利亞騎兵去扛條盾騎士 這蠻有想法的 哇 結果條盾騎士直接運走上來 好 無視你的城堡跟營類 哇靠 這個太兇狠了 好 條盾騎士這邊直接運走上來 再繼續運搓 但還好這邊保加利亞沒有彈道學 也沒有二級儀式喔 所以射條盾騎士的傷害並沒有那麼明顯 好後方條盾騎士走A了上去 其實效果還蠻不錯的 看能不能把這個巨型投資機給修回來呢 好 條盾騎士用自己的條盾騎士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讓自己的巨型投資機有足夠的拆除時間 但是嘉利的城鎮中心已經被拆掉了 上方的箭塔跟城鎮中心也是有點危險 那自己則是損失了前方的所有的條盾騎士 其實有點虧阿 好 裡面沒有城鎮中心之後 大量的保加利亞騎士直接衝進去 拿著流星錘 對著村民一陣亂敲 但還好現在沒有三攻喔 所以打這個村民還是需要四下 三 這邊差一滴 差一滴就可以再解掉了 好 保加利亞這邊前方第一個銀壘已經被拆除 破犯了三台巨型投資機完全沒有辦法 這裡也沒有打算要拉大量的保加利亞騎兵喔 直接過去硬解 如果這邊損失掉城堡喔 這會有點危險 總會上方守不住 好這邊保加利亞騎兵直接正面應戰 條盾騎士 好損失中間大片農田的條盾人 該怎麼反擊回去 現在非常缺肉喔 要點個二攻或三攻都很困難喔 還有這個量場條盾騎士喔 這有點命在一旋阿 反正是保加利亞人喔 家裡完全沒事 繼續農 但是現在是軍事上來說 保加利亞人有點劣勢喔 因為正面來說 五台巨型投資機實在太多了 看能不能找個機會喔 去抓掉 如果能抓掉這一坨的巨型投資機的話 保加利亞人應該就是 撕納久穩喔 但這邊決定要來直接正面 硬抓後方村民 但這邊已經蓋好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可以有效鎖住後方這邊 採集資源的村民喔 這邊可能要先撤退了 右方這邊再繼續 做一個進攻 條盾騎士直接硬出了城鎮中心 這邊又要打算 繼續用巨型投資機 採除上方的淫淚 條盾騎士過來 撞到了保加利亞騎兵 兩邊要不打了嗎 這邊應該要硬打喔 因為如果條盾騎士這邊 避戰的話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會有危險 來看一下兩邊的血量變化 條盾騎士直接正面一戳 哇很能扛阿 保加利亞騎兵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打對方條盾騎士的傷害非常的癢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有個好處 即使被擊倒之後 他會變成步兵型態 繼續跟條盾騎士應戰中 後方有一隻偷偷過去 打後方巨型投資機 正面條盾騎士好像打輸了 哇沒想到這一波交戰 保加利亞騎兵對用自己的喪屍特性 蓄命了 打贏了這一波 團戰 但有一隻保加利亞騎兵被找走 戰況有點改變了 哇 還把這隻條盾騎士給奶了回來 哈哈哈哈 冥土追魂 變成 沙迪速7的條盾騎士 MVP 右方這邊直接拆除掉了所有的城鎮中心 條盾自己也開出了 自己的 城鎮中心在右邊開農 哇 保加利亞這邊瞬間變成烈士 還能再繼續續命嗎 這邊要再吃量產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出來打 這時候條盾點下了二騎攻 正面的三台巨型投資機也正在拆除當中 這邊過來硬拆巨頭沒問題 沒有人防守 這邊兩台巨型投資機 三台能夠拆掉的話 戰果非常大喔 哇 再一台 又拿掉了一個 OK 正面拆除 但這裡 沒有控的太好 就被 解掉了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條盾騎士的正面傷害實在太高 現在保加利亞這邊要打贏的話 一定要轉馬功喔 不轉馬功的話 那 正面一打感覺是沒有希望的 但這邊要轉成保加利亞騎兵 或者是轉馬功 還是需要大量黃金喔 但是他現在能挖的黃金好像都被控制住了 有點斷金的狀況 所以現在要防守起來 好像偏困難 後面再來幾台巨型投資機或是火炮 拆除正面這棟城堡 應該就死拿絕吻了 後面再繼續用城堡控圖 哇 條盾城堡控圖真的很猛 雖然現在還沒有點下這個金冠技術喔 所以還沒有辦法使用這個特殊能力 但也沒有關係 現在城堡控圖還是相當好用 好 巨型投資機到了前方 加利亞人這邊轉出了一些雙手劍兵 那這邊雙手劍兵沒有協議科技的話 其實也打不太贏對方的條頓騎士喔 這裡補下一個軟甲 這裡補軟甲不太確定是要來防守喔 軟甲只會增加遠距離防禦力喔 近距離防禦力是不會增加的 好 右邊巨型投資機已經在開拆 上方這邊也是 哇 這邊巨型投資機按了四台 其實還蠻多的喔 好 那最後這一棟城堡 好加利亞人 可能沒有機會可以擋住 血液也沒有資源可以點 城堡也是被拆的有夠快 好 城堡被拆掉應該是沒希望了 最後的雙手劍兵要上了嗎 好 條頓這時候補下了三弓 補下三弓更是絕望 而且這時候他的雙手劍兵還沒有協議 近距離防禦力是1加2 哇好痛 被暴打一波 五刀一隻雙手劍兵 太強大了 條頓騎士 正面突圍 雙手劍兵打條頓騎士 跟我們在抓癢 基本上沒什麼在扣血 這時候保加利亞打出了GG 哇 條頓騎士難得在天梯的 天梯比賽中拿下這麼漂亮的勝利 基本上沒用到他的騎士 只用了這個條頓騎士 就拆除掉了對方的正面 這個打得非常漂亮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則是由保加利亞人這邊拿下了木頭勝利 食物跟黃金則是輸了一些 黃金這次輸了更慘 輸了快一倍 明明是保加利亞這邊進攻 但是卻沒有控好自己的金況處 有點慘 而且前面還偷了條頓騎士 反而後鞋還打輸了 這個也是條頓騎士這邊很厲害的地方 一升到封建時代 農田很便宜 直接爆灑一波 直接補齊了剛剛被偷租的經濟劣勢 這也是條頓騎士的優點之一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要到的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